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与我们同在 透过你的话语 求主圣灵 浇灌我们 让我们听见 并且照你的话去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8月5号 今天我们要一起研读的经段是 提多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毁谤 不要增进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逆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厌热 长存恶毒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但到了上帝 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厚厚 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 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 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这一段 这个经节 是提多书 保罗写给提多 这位他所看为 所爱的门徒 或者是奉他差遣出去 与他一起宣扬的使徒 或者是监督牧者 他写给他的最后提醒他一件事情 这个提醒其实有许多 到现在其实仍然有许多的神学家 正在争议这件事情 就是顺服在上掌权者这件事情 而保罗不只在提多书里面提到 保罗也在罗马书十三章的地方 也提到这件事情 而顺服在上掌权者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历程 就是在上掌权者 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 在上掌权者他们所拥有的权柄 其实不是他们本来天生就该拥有的 那是因为上帝允许 才容得下他们拥有 因此就是因为背后基督徒相信 有一个上帝允许这件事情 以至于保罗说 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一些规矩 而这个政府的规矩 其实你要学着去顺服 并且遵他的命 同时这当中还有一个但书 但书是什么 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换言之我们怎么样检验或检视 这个在上掌权者 他所出的命令 是不是来自于上帝的 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的判准 那个判准就是 那是不是要行各样的善事 换句话说 我们寻求的是听见上帝的话 上帝是没有错 是透过这世上的许多掌权者 在给予我们他的声音 但是千万不可忽视的是 这些在上掌权者 有时候他们也凭着己意在下命令 他们下出的命令 或者是他们出的命令 不竟然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那怎么办 换句话说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判准 而这个判准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个判准 来听见并且明白上帝所思的慈爱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要深思熟虑的明白 这件事情 我相信今年大家都有一个非常 非常深刻的体会 因为今年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时候 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主 或教政他们所谓的主要的主教 他们他支持了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引起的东正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如果正名来讲 应该把它称为正教会 他是天主教在西方 而东正教在东方 这件事情引起了东正教会当中的一番的波兰 他们当中有许多的对抗 因此事实上俄罗斯的这个正教会的大主教 他支持了这件事情 然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正教会的主教 他同时宣布要跟莫斯科来正式切断关系 换言之有一方觉得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不公义的命令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的 在圣经 当我们读圣经其实很容易判准 但是当我们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深受世界上的各样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撕掉我们的判准 恳求上帝保守让我们在这混乱的世代里面 去听见他的声音 更恳求上帝保守 帮助我们有一颗清醒的心 知道上帝的声音始终透过他的话语在告诉我们 愿上帝的慈爱与怜悯都与我们同在 好叫我们可以因他来得逞为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去经历你那丰盛的慈爱 求主帮助 求主赏识 并赐给我们智慧 好让我们去分辨这世上的各样 来自各样权柄所出的命令 我们可以有上帝你圣灵的判准 好让我们看清楚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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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